有一种命运难测,叫泰国中兵 根据泰国宪法规定 凡是年满21岁的男子 都得当场抽签节决定是否当兵 就连和尚也不例外 抄中黑签不用服兵役 可以开心回家 但抄中红签的,就得入武服一两年 这场生死大乐透的现场 各种情绪也瞬间炸裂 为什么泰国人这么害怕当兵 泰国是世界上军事政变最多 权力交替最频繁的国家 军队更是身处动乱的第一线 因此为了保佑自己不被抽中 每年三月泰国寺庙都会出现 一群比谁都虔诚的男子 磕头如捣蒜 有的为了逃避兵役 更不惜对自己下好手 但是泰国只对彻底做了 手术的人免除兵役 其实能够歪脑筋的都是家境还不错的 而对于更穷的人来说 冲着部队九千泰猪的月薪 咬咬牙也就参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